天父啊 你的说话秘密甘甜 滋润人心 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立志 用一年的时间 用圣经的新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就等我们一起实践新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更新而变化 Zither Harp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一直探图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结档纷争呢 源出于人的骄傲 但是结档纷争所引申的 是非常多的问题 好像第六章所说的打官司 甚至到很多人都守不住自己身份 源出于人比较 于是又骄傲所衍生的问题 非常之严峻 就在我读圣经之前 用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灵 我们低头祈祷 主耶稣平复我们的心灵 我们比较好多世事前身 令我们有时候无法安静 去到主的根前 教导我们明白真理 免得我们因为自我中心 骄傲的缘故 去结档纷争 以至我们守不住自己的身份 以至我们经常得罪我们的上帝 我们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不可彼此告状 你们中间有彼此争吵的事 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 而不告到圣徒面前呢 你们岂不知 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要受你们的审判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者最小的事吗 你们岂不知 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既是这样 你们若有今生当审判的事 会让教会所兴看的人来审判吗 我说这话 是要使你们惭愧 难道你们中间 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能审断弟兄中的事吗 你们竟然有弟兄去告弟兄 而且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 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冤屈呢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们反倒去冤枉人 规护人 广且所冤枉所规护的 就是弟兄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 不要自强 无论是淫乱的 败偶像的 奸淫的 作窗戟的 亲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罪走的 欲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从前你们中间 也有人是这样 但现在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藉着我们上帝的灵 已经洗净 已经成圣 已经清二了 在身体上 荣耀上帝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都不受他的核制 食物是为土福 土福是为食物 但上帝 要使这两样都毁坏 身体不是为淫乱 而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体 上帝 上帝已经使主 有合的 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主说 二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 就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们要远处 你们要远备淫恨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 都在身体以外 唯有幸远处 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你们要远处 你们岂不知 你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面的 而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 荣耀上帝 婚姻的问题 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 但为了避免淫乱的事 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丈夫对妻子要尽本分 妻子对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 没有主张的权并 权并在丈夫 丈夫对自己的身体 也没有主张的权并 权并在妻子 夫妻不可忽略对方的需求 除非为了要专心祷告 在两相情愿下暂时分房 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旦亲着你们情不自禁 而引有你们 我说这话是出于容忍 不是命令 我愿众人像我一样 但是各人都有来自上帝的恩赐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那样 我对没有嫁取的和寡苦说 他们若能维持独身 像我一样就好 但他们若不能自制 就应该嫁取 与其欲火攻心 倒不如结婚为妙 至于那已经嫁取的 我吩咐他们 其实不是我 而是主吩咐的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 不可再嫁 不然要跟丈夫复和 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我对其余的人说 是我不是主说 倘若某弟兄 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一起生活 他就不可离弃妻子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 丈夫也情愿和他一起生活 他就不可离弃丈夫 因为不信的丈夫 会因着妻子成了圣洁 不信的妻子 也会因着丈夫成了圣洁 不然你们的儿女 就不结成了 但现在他们是圣洁的 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开 就由他离开吧 无论是弟兄 是姐妹 遇着这样的事 都不必拘束 上帝召你们 愿是要你们和睦 你这作妻子的 怎么知道不能够你的丈夫呢 你这作丈夫的 怎么知道不能够你的妻子呢 照蒙照时的身份生活 无论如何 要照主所分给各人的恩赐 和上帝所照各人的情况生活 我在各教会里 都是这样规定的 有人受各礼后才蒙照 他就不必除去各礼的记号 有人未受各礼前蒙照 他就不必受各礼 受各礼算不了什么 不受各礼也算不了什么 只要紧守上帝的戒名 就是了 各人蒙照的时候 是什么身份 要守住这身份 你是作奴隶时蒙照的吗 不要介意 若能获得自由 就争取自由更好 因为蒙主夫照的奴卜 是主所释放的人 蒙主夫照的自由之人 是基督的奴卜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不要作人的奴卜 帝兄们 你们各人蒙照的时候 是什么身份 要在上帝面前 守住这身份 未婚和寡卜 关于未婚女子 我没有主的命令 但我既蒙主联敏 作为一个可信靠的人 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因现金的艰难 据我看来 人不如安于现状 你已经有了妻子 就不要求摆脱 你还没有妻子 就不要想娶妻 你若娶妻 并不是犯罪 未婚女子若出嫁 也不是犯罪 然而 这等人 会遭受欲身上的苦难 我宁愿你们免受这苦难 帝兄们 我是说 时候不多了 从此以后 哪有妻子的 要像没有一样 爱慕的 不像在爱慕 快乐的 不像在快乐 求买的 将一无所得 享受这世界的 不像在享受这世界 因为这世界的局面 将要过去了 我愿你们一无挂虑 没有结婚的 是为主的事挂虑 想怎样令主喜悦 结了婚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让妻子喜悦 于是 她就分心了 没有结婚的 和未婚的女子 是为主的事挂虑 围绕身体和心灵都性结 已经出嫁的 已经出嫁的 是为世上的事挂虑 想怎样让丈夫喜悦 我说这话 我说这话 是为你们的益处 不算有罪 让两人结婚就是了 倘若有人心里坚定 没有不得已的事 并且由得自己作主 心里又决定了 不让女儿结婚 这样做也好 这样看来 让自己的女儿结婚 固然是好 不让她结婚更好 丈夫活着的时候 妻子是受药蓄的 丈夫若长眠了 妻子就自由了 可以随意再嫁 只是要嫁给主里面的人 然而 按我的意见 她若能守折 就更有福气 我想 我自己也有 上帝的灵的感动 《高龙多前书》第六章的上半部分 是说到 嬌徒 不要为了一些小事 民事上的问题 来打官司 彼此告状 当然 用现今的法律眼光看 如果牵扯刑事案件 教会就不适宜插手了 但如果是信徒私人的恩怨 一些糾纷的话 还是有一些教会的团体 成立一些仲裁处 去帮助他们 去审理一些非刑事的 民事的问题 不过 保罗认为 为何大家不可以吃亏 还要规负别人 接下来在第九节到十一节 提到很多种不同的罪恶 有两种罪恶是比较特别的 一个叫戎童 一个叫亲蓝色的 戎童就是说他们是做蓝忌 专给男人去侵犯 而亲蓝色的就是去嫖蓝忌 在原文来说 亲蓝色是一种主动的 鸡肩的人 而这个戎童 就是被动的 被人侵犯的儿童 或者是成年都可以 第六章的下半部分 又说回淫乱的问题 当时一种哲学的逻辑 是这样说的 人类有食欲 有碎欲 有性欲 这些都是上天赋予给我们的权利 所以身体的存在 为的当然是淫乱 因为上帝做我们有性欲 我们去淫乱就是理所当然 当然这个逻辑上 会发生很大的谋误 当然是不正确的 在九到十一次里面提了很多种罪 其中有两种罪 就是叫做暖同和亲蓝色 这段圣经是叫我们千万不要嫖妓 嫖妓已经不对了 还要嫖妓一些同性的同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听凡事都可恨这句说话 其实是当时的一句言语 并不是圣经赞成 凡事都可恨 并不是圣经 自己的胃部 令你胃痛的话 小食为佳 又或者这些事是不操线别人的 容易叛到别人的 就不要乱这么做了 第三样提醒我们 不要受它核制 是的 有些事情都不是坏的 不过你没有了自由 被它绑住你 不做不行 比如玩APP 上网打机等等 这些本来都不是什么坏事 但千万不要被核制 保罗尔建网我听 他说你在蒙照的时候 是什么身份 就要守住你自己的身份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都不受它的核制 江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 为结架 oud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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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